Welcome to IT Headdy Guy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個Tutorial的部分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講義 等一下喔 OK 那我們這個Tutorial主要就是 你要去複習一下這個Tutorial41所講到的這個Geekhook的觀念 然後我們在Tutorial41的時候 我們討論到Pre-Commit的這個AFOI non-Husky file name 那它是可以避免你的這個T-membran 去提交這個中文答案的名稱 然後那另外一種呢是Pre-Commit 叫Email Validation 它是可以強制你的主員 一定要使用這個公司的信箱 才可以去做Commit 那接下來Post-Commit呢 就是只是你在Commit完之後 它會顯示說 嘿恭喜你終於把Commit做完了之類的 就是顯示更多的資訊 那這個Pre-Rebase呢 就是禁止主員使用這個Rebase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Rebase這個東西很危險 你如果稍微一個不注意的話 那你之前的這個Commit就會被刪除掉 這樣子的話是非常不好的 如果你對Rebase不守的話 所以通常呢會把Rebase禁止 那NoVerify呢 主要就是在你的這個Geekhook 都已經設定好之後 可是你不知道 就是你不想再去更改這個設定 但是你暫時的想要用Rebase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就可以使用NoVerify 暫時的去忽略掉所有的Geekhook 那我們這個Tutorial呢 我們不只要備份Geekhook 我們還要備份Geekconfig 那這邊就是這個比較好的解法 上一個Tutorial呢 只是備份Geekhook 這個Tutorial呢 是要連Geekconfig都要一起備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講義 一樣啊我們是有這個URL 那接下來我們會有User1跟User2 然後那接下來我們會有這些這個Hooks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建立一個新的Geekconfig 然後它的副檔名叫做CFG 這個副檔名也可以不用加 只是我通常會習慣加一個副檔名CFG 代表是Configure 代表是Configure的意思 那我們普通的這個資料夾呢 叫做DotGeekhook 然後那我就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夾 叫做DotGeekbackup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Dot在前面呢 其實主要是在Unix的系統底下 只要是Dot開頭的代表都是隱藏答案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那個 普通在做Geek的時候 我們都是DotGeek一個資料夾 那我現在呢 則是要備份DotGeek裡面一些不能備份的東西 像Geekhook還有Geekconfig 這些都是沒有辦法被備份的東西 所以呢我就乾脆取名叫DotGeek 後面再加一個Backup 這樣子的話就比較好去記憶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再來看一下這個是Redmi Redmi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會 就是要大家就是 如果你今天在DotGeekconfig裡面 就是在你的Geekbackup 然後Config.cfg裡面 你設定了一些多餘的設定 那你多餘的設定 那你要讓你的這個 LocalGeekconfiguration 去包含這些多餘的設定的話 包含這個檔案裡面 所做的多餘的設定的話 那你必須要再使用一個Include Include什麼呢 Include這一個檔案裡面所用的東西 那為什麼這邊還要再加一個這個呢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它這個檔案是在DotGeek資料夾底下 那所以說你要回到上一個資料夾 你要回到上一個資料夾之後 接下來你要再去DotGeekbackup 上一個資料夾的DotGeekbackup 裡面的這個檔案才是 所以它是以這個DotGeekconfig這個檔案為 就是為起始點 然後往前去推算 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前面要加一個這個點點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這一個部分 是我們複習Geekcomman的部分 那我們複習Geekcomman的部分 你可以看30.6的位置 在這個30.6的位置 它就是我們這個Tutorial 所要講到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個Tutorial 一開始會先叫你去複習30.5 30.5我們就是學會了這兩個指令 那這兩個指令呢 這個指令會在DotGeekconfig裡面增加這一行 代表說我的Geekhook先要放在這個路徑底下 請你去這個路徑底下去讀取這個Geekhook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呢 這個Trailing Space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在寫一些文件欄的時候 比如說像readme.nd 或者是這個其他的Postcam 有時候我們在結尾的時候 我們會不小心多了一些Space 那其實這些Space並不是很重要 那在大部分情況之下其實我們是可以忽略它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新版的Geekhook 發現只要你有這個Space 它就 就新版的Geekhook 新版的Precamehook的這一個部分 只要你有這個Trailing Spacehook 然後它就會 它就會禁止你去做這個Camehook的動作 那我覺得很麻煩啊 那個 因為我不想去更改我們這個預設的這個Precamehook 我不想去更改UserPrecamehook的東西 所以我就直接在這邊就是多加了這一行 讓它去忽略掉這個Trolling Space 那就是這個的意義 好 那簡單來說就是你必須要在Doggeekhook 裡面增加這兩行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另外一個User 你的User2 是不是每一次在Clone下來之後 也要再跑這兩行 那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那萬一你現在不是這兩行 你現在搞不好要10行11行 那你那什麼 那你這個10行11行不就跑瘋了 所以呢我們主要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把這些東西 把它移動到另外一個檔案 叫做Doggeekhook 然後config.cfg 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把這些設定 這個兩個設定 直接移動到這個檔案底下 移動到這個檔案底下 那移動到這個檔案底下 接下來我們就只需要跑一個指令 這個指令呢 就是這一塊東西 這個指令就是告訴我們的 Doggeekhook裡面要增加這一行 這一行是什麼意思呢 這一行就是說 這個請你去include include就包含 包含哪些設定 包含這個檔案所擁有的設定 這個檔案所擁有的設定有哪一些 這個檔案所擁有的設定 就是有這兩個 所以他就會讀取你的這個 這個githook 然後同時也會去忽略掉你的 trailing space 當然如果你要有其他更多的設定的話 他也會在這邊讀取進來 另外你所有的githook 你都要確定他有這個 execute的這個權限 就是有執行的權限 所以你通常就是要每一個githook 都要執行這個指令 然後最後最後就是 我們User1執行完這個指令 然後push之後 User2 clone下來之後 只需要再跑這個指令就行了 就這麼簡單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複習一下 那你需要複習的部分呢 其實蠻多的 就是你要複習tutorial18 這是工具下展與安裝 tutorial4跟tutorial41 這是我們這個gith學程 然後那接下來就是在這個部分呢 就是有一個這個 就是在我們之前的tutorial 我們應該是tutorial41跟42 有學到這些東西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要去複習一下 dunnelverify怎麼用 然後你要去複習一下這個hooks alongnonhusky2怎麼用 然後那你要去複習一下這個lsla要怎麼用 那你要去複習一下這個change mode要怎麼用 那這些都是之前有教過的 那這一個呢 是只有複製githook 你可以不用複習 但是呢 上面的東西呢 都是在上一個tutorial有講到的 你要去複習 雖然這個也是在上一個tutorial有講到 但是你可以不用複習 這邊只是稍微跟你講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再複習一下這個geek的這個concept 這個geek concept呢 真的是 我每一次都一定會再講一次的啦 就是你一開始的時候會有一個working tree 然後你geek add之後呢 會跑到這個index底下 那你跑到這個index底下之後 接下來你執行geek commit 在你執行geek commit之前呢 你會先進入到pre commit 那在pre commit裡面呢 只要你是exer1 就代表說你遇到錯誤 所以他就禁止你繼續 commit 但是如果你是exer0的話 那他就會跳出來 然後繼續讓你 commit 但是通常我們不會在pre commit裡面打exer0 通常只會打exer1 那這個原因在之前解釋過了 就是說 我們通常會在pre commit裡面 這個裡面現在還有東西 但是我們這邊就隨便打開一下 我們通常會在pre commit裡面呢 只使用exer1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pre commit裡面會有一些錯誤 對不對 然後那錯誤之後就一個exer1就跳出來 阻止你做這個 commit 但是你會發現這裡面都沒有exer0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這邊會加了很多 我們這邊會加了很多個結尾是fi的東西 那加了很多個結尾是fi的東西的話 那是這裡面每個都跑 結果你在這邊如果今天你給他一個exer0 你在這邊如果給他一個exer0 那他在這個地方就離開這個pre commit了 雖然你的 commit會繼續跑 可是下面的這些邏輯他就不會去跑了 所以通常我們在pre commit裡面是不會有 通常在pre commit裡面是 比較不會有exer0 除非你確定下面的東西你都不會再跑了 那在最下面的時候可能會有exer0 那這個 commit message 我們通常會拿來測試什麼 通常會拿來測試說你的這個 commit message 也沒有是緊字號開頭的 比如說像我們緊字號開頭的 加一個issue number 然後後面再加一個 commit message 這是我們標準的寫法 那如果說你沒有緊字號開頭的話 那我這邊就會阻止你去做 commit 阻止你去做 commit 所以在這個 commit message 只要你的這個沒有緊字號開頭的話 我就可以阻止你做 commit 所以這邊就還蠻不錯的 這兩個黃色的是最常用的 綠色這個 post commit 主要就是感謝你今天做的 commit 大概就是給你一個 greeting information 就是給你更多的這個 information而已 好 那prepare commit message 比較少用 還有這個prepush也比較少用 那這兩個比較少用的地方是在哪裡 是因為它是blocking hook 綠色的是non-blocking hook 所謂的non-blocking 就是你在裡面不管做任何東西 它都不會阻止你去做 commit 那這個blocking hook 以這個為例 你只要今天有這個git hook 那你的git commit 就永遠不會成功 除非你在這個 這個prepare commit message 裡面的這個hook裡面 最後寫一個excer0 那它才會跳出去 然後不會阻止你去做git commit 那其他不管你裡面寫什麼東西 你裡面不管有沒有excer1 它都會阻止你去做git commit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blocking hook 好那左手邊都是屬於local端的 local端的話你可以自己玩一玩 因為local端的很好測試 右手邊的這邊都是remote端的 remote端的說真的我就不太了解了 而且我也不知道怎麼做測試 然後那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那你可以去讀一下這個官方文件 那另外呢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就是難道都不能測試嗎 那時候我在寫講義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些難道都不能測試嗎 後來我就去發現說其實 其實它背後的意 這個人也是問說什麼叫做git receive pack 就是這裡這一頭東西全部都是git receive pack 然後這個人他就是有解釋一下git receive pack是什麼 雖然我看不懂他解釋什麼 但是他最後又說 其實你不用去了解它 你不用去了解它 那我就想說好吧那就不用了解了 因為了解也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他是這樣講的 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去了解 但是你如果看不懂的話 那就放棄吧 反正你平常也不會用到 他是這樣講的 那接下來就是 後面就是準備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再講 OK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